別再烤肉 賞有點吃月餅 選在松秋佳節賴葵市島高工局 展現人位 一雙雙手親切詳細的問候 同時替國慶連假提前暖身 今天中秋節只有一天的假期 不過兩天後 從10月7號到10月10號 就有連續四天的假期 因此我們必須要落實 預防重雨治療這樣的理念 套用醫師語言瞄準國慶連假 四天而來 但對於國道夜間收不收費 與賀成蛋不同調 賴希德積極營造內閣團結氛圍 但是後來我們兩個討論之後 我們共同注意到一個事情 不管上一次夜間收費 或是夜間免收費 晚上用車的 用高速公路的車輛 大概都占13%到14% 這百分之十幾的民眾 如果真的有效可以驅動的話 都跑到白天來 那白天也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面對小英人馬維持表面和平 賴希德卻也點出過往政策 白馬一場 但來到公共局可不知是 龍馬看花 大概有幾個措施 第一個 就是維持過去夜間免收費以外 這次日間離風減價的策略 第三個是非常貼心的 就是1968這個軟體 提供了六項便民的服務措施 我想應該會有效 展現萬事具備的自信 面對四天連假的首度考驗 賴清德 東豪馬步準備迎戰 竟然校長 宇宣 艾森小組 台北龍